台中高中生的坠楼案 现在案子是越来越奇怪 那么这一名18岁的高中生 被他的代叔助理约去结婚登记 那么这个代叔助理说 是因为临时起义了 所以请了两名路人来当作证人 那么今天这两名证人 也还原当时的情况 说当时就是这名代叔助理 也就是这名下姓男子 他在路上随机搭讪 邀请他们来当证人 问对方你们同不同意 认不认同姓结婚 能否帮忙签个名 紧接着到护政事务所外面 用用同样的方式来搭讪 另外一名男子 而这两个人在签名之后 就办理成功 两个人都说不认识 这下姓男子单纯只是帮忙 纯粹没收钱 而台湾的诈骗非常的猖獗 又有民众加入了 LINE的投资群组 被骗了上百万元 幸好家人发现有立刻报案 否则退出金真的都要被骗光了 在新北市的三重 一名廖姓男子 日前骑机车回家 骑着朋友的机车回家 那么被巡逻员警发现的时候 上前去查 结果发现 这个车主事案是被通气犯 那么廖姓男子 谎报身份被识破之后 赶快落跑 那么所长奋不顾身 跳上机前去压制这名男子